美国之音2日报道 川普政府时期国防部长埃斯培指出 拜登表态防卫台湾已经构成了政策的改变 埃斯培认为对台湾应转向战略清晰 埃斯培表示 拜登表态了三次 白宫也三次尝试回头解释 这让他与许多人感到惊讶 他强调 中共没有遵守一中政策 台湾关系法 美中联合公报的核心基础 也就是各方都认同 应该和平解决台湾的未来 这样的威胁就意味着 美国军事角色的介入 台湾关系法 我记得的法律 实际上是指出 我们是各个国家 去复制台湾未来的未来 在不平衡的方式 我们会认为这些危险危险 这意味着美国军事角色的业务 传第一个讯息就是 美国不排除武力护台 从军事实务来判断 我们从来不会去怀疑 这个不是yes no的问题 这是how的问题 这是美国要怎么接触 埃斯培说 他倾向于不透过新闻发布会 来改变政策 而之先和地区最大盟友伙伴 私下协调 例如日本 韩国 澳洲 菲律宾 采取更深思熟虑的方式 来宣布政策改变 提供足够的战略背景 解释变化背后的原因 他认为一中政策已经走到尽头 川普系列情细 要非常清楚让中共知道说 你什么样的行为 会受到什么样等级的制裁 美国的战略企图心 我觉得应该要更大 川普协任前夕 白宫国安会提前解密 印太战略机密文件 内容表明保卫第一岛链国家 包括台湾 新唐亚太电视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